最近這一波不斷的在烏西後方基輔的重要城市 跟它的電力設施造成很嚴重困擾的 就是伊朗的無人機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伊朗無人機 可是西方國家去問伊朗的時候 伊朗都跟我們沒有賣無人機給俄羅斯 他們是真的沒有賣 我們必須要沉浸 因為對伊朗來說這個叫合作 這不叫賣 因為俄羅斯幫伊朗發射人造衛星 這個人造衛星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就是俄羅斯的火箭 大概兩個月之前 幫伊朗發射了一顆通訊衛星 大家突然很奇怪 伊朗自己有發射衛星的能力 為什麼只要俄羅斯去發射 而這個通訊衛星 還是伊朗跟俄羅斯共同研發的 而且這顆通訊衛星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發射完了以後 它的軌道不是在中東 它的軌道在烏克蘭上空 那時候大家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伊朗的五人機的控制 是有這顆通訊衛星 所以你是沒辦法從地面干擾它的 我記得那個新聞 那時候戰爭已經打到一段時間 可是那時候大家好像還沒有發覺 這個深層的原因 只是覺得說 這是不是俄羅斯在跟伊朗結盟的一種友好的合作 那時候媒體一般的猜測就是 伊朗有一顆人造衛星 然後俄羅斯幫伊朗發射這樣 但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也是在節目裡面 我就有跟大家講 那個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最後我們也發現事情其實真的沒那麼大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看這個看起來像飛彈 然後但是它卻是無人機 它是什麼樣的無人機 對 伊朗的無人機 就是因為伊朗所處的位置 它的主要的競爭的對手 是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 這也有很先進的防空體系的 而且是美系的 對 防空體系的國家 那伊朗不是笨蛋 他們在設計無人機的時候 其實已經研究過 這些西方先進的防空體系的漏洞 所以我們看伊朗的無人機 第一個它沒有起落架 這是發射 自殺無人機 對 它自殺無人機 它是放在架子 這個其實它就是貨櫃車 你從外面看是貨櫃車 但是它頂居 你說這是一個車載的起落架 它頂居起來以後 它就可以發射 但是它收起來的時候 簡直跟鹽水風泡一樣 它就設一個架子 就這樣設一個架子 就可以設一堆 而且它一出來就好幾台車 然後它基本上它不靠地面站 因為它有通訊衛星 所以你很難干擾 它不像土耳其的TP2 土耳其的TP2 你要操縱 對它有地面站 它其實沒有地面站 它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極簡化 然後它的重量 每一架的重量是200公斤 所以沒有 我們只看到重量200公斤 再看到它的長度長達3.5公尺 我們就知道它是很輕的材質 所以它的外殼就是玻璃纖維跟塑膠 它裡面的一些形架是木頭 所以我們知道塑膠 玻璃纖維這些 你在雷達坡之前 它是直接穿透 它不會反射雷達坡 所以它很好的運用了 現代西方防空雷達上面的一個弱點 那整架無人機最貴的部分是它的發動機 它發動機是MD550 是專門 是一種小型的四氣缸的 那個胡塞的引擎的發動機 那是這個製造的地方在中國大陸 而且很便宜 然後上面所使用的 等一下它在中國大陸做這個 那美國不是一直講講說什麼中國大陸 武器不能要支柱烏克蘭戰爭嗎 那沒有啊 它是賣發動機而已啊 那發動機不用在無人機 還能用在什麼地方 這個發動機也用在很多航空模型上面 航空模型 很多航空模型用這個發動機 然後我們可以看它其實它是一個三角翼 那它上面你既然是無人機 你一定會有控制啊 一定會有非控這些相關的電子元件 然後北約啊 美國一些情報官員包含基伏 他們就是因為你炸了基伏 炸了烏克蘭這麼多地方 你總是會有殘骸 他們就去收集 那也有自動掉下來 那他們就去拆這個無人機殘骸裡面的電路啊 晶片啊 想像這樣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 在竟敢支援伊朗 因為伊朗已經被制裁很久了嘛 所以現在西方情報單位 已經很明確的掌握到說 這是伊朗的無人機俄羅斯在用 然後呢 所以他們現在去溯源 去找伊朗 誰支柱你做出這種東西 到底是誰提供的 對 他們要知道 因為伊朗本身就是一個被制裁的國家 所以中芯為什麼會被美國制裁 因為中芯只不過是賣了電信設備給伊朗 他就被制裁 所以美國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一些國家 他供應這些電子元件給伊朗 讓伊朗可以製造無人機 那他們就從那個殘骸裡面 電路板上面去敲元件下來 那元件上面都 因為有封裝嘛 上面都有 還是有打編號 但是沒有廠家 沒有製造國 然後最特別的是 它上面用的那個 導航接收天線的形式 非常特別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找不到 後來他們只有在一個地方看到有類似的東西 就是在深郡的華強北 因為它那個天線抗干擾能力非常非常強 你一般的民用設備 其實不太需要用到這麼 那個天線的抗干擾能力 不需要用到這麼強的抗干擾能力 所以大家都不懂 那因為它上面都沒有編號 所以你也沒辦法 你是沒辦法指控中國 說你去資助伊朗或什麼 這就是逼著你死嘛 那人家 我的東西好人家來買啊 那這樣子 這個伊朗無人機的靈魂 其實都是中國大陸做的啊 所以你沒辦法自裁 還有它的發動機 當然有些東西是伊朗自己本身也有能力 伊朗的 伊朗的工業能力並不差 但它最近還賣了40套天然氣渦輪 那個天然氣的渦輪機組給俄羅斯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工業能力 所以這個很妙 所以老實說這個武器它其實是伊朗 因為它特殊的地緣政治的關係 所以研發出來的 對為什麼它會 它專門針對美式的防空系統 對為什麼它會研發出 像Side E36 這種飛得又慢 它速度只有185公里 比我們高鐵還慢 可是它航程很遠 它可以飛到1800到2500公里 而且它是消耗品 它起飛了以後 它就不回來 所以你看它也沒有裝任何起落架 它也沒有任何回收的裝 它成本很低 它成本很低 這個定價2萬美金 大批採購可能打對折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每一架的成本 最多最多就是1萬美金 但是它很慢很慢的 飛到基辅去了以後 你要攔截這個的S300 好 先不說能不能探測得到 S300的飛彈 一枚最起碼幾十萬美金 那三毛巨號比較久 那也是幾十萬美金 那更不要說最近美國支援的NASAM 那個一枚飛彈的成本 一枚防空飛彈的成本 大概買這個經濟是這樣 所以以這樣子的無人機 滲透到你的防空系統去 你想要去應對它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最近可以看到就是 烏龐攔截這個無人機最好的方式是 這是在基辅上空拍檔 它就在基辅上空 它就是很慢很慢 很慢到你都可以拍得到 你聽得到是它是... 那用這種無人機 自查無人機攻擊跟用飛彈攻擊的都差是什麼 成本 成本就差很多 那飛彈很快 但因為飛彈很快的時候 它其實在現代防空體系裡面 它是一個很容易偵測到的目標 那因為它飛很慢很慢 那我們知道雷達用都普的效應 它很容易跟... 再加上它本身大部分都是塑膠的 雷達就直接穿透了 那雷達穿透以後 就只剩下看到那個發動機的回坡 那還要考慮到飛機當時的姿態 所以在很多的防空體系裡面 像這樣的無人機的回坡 跟一隻大型的候鳥 回坡是一樣的 那我們知道 防空飛彈不會去打候鳥 所以他們一定會... 它這個訊號都在它綠坡的 限制的底線以下 所以雷達螢幕上面 他們不會發現這樣的目標 所以你通常都只聽到那個發動機 它發動機很吵 便宜的發動機 就不可能在上面裝消音器 也沒有必要喔 都自插無人機了 所以基輔很多人就把這個稱為 在空中飛的機車 摩托車 因為它聲音 它飛在空中的聲音 就跟我們那個50cc小米一樣 但是拆掉排氣管的聲音 故意改車的 故意改車就這樣子 大家很容易被發現 所以就出現這樣子的畫面 對 那這是我們從一個視頻上面結下來 就是這是基輔的警方 那他們正朝著天空對空射擊 就是要想要打無人機下來 就打得下來嗎 打得到是打得下來 能打到就要懵到 就是非常非常難 就是任何當過兵有去 有去實際操演過對空射擊都知道了 這個非常非常的難 難度很高 那效果也很差 因為這個視頻的下一個畫面就是 無人機就炸在他們的旁邊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視頻 其實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概念就是 無人機已經滲透到你的視區上空 你都聽到聲音警察對空射擊 那代表你的藥地防空根本就沒有作用 完全不是沒有發現就是 你根本沒有彈藥去攔截 或是說 但是說我覺得成本太高了 我不打 對 有可能 但50公斤重的彈頭 不是你說成本太高 又萬一它砸在總統府上面 還是會有一定的傷害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我們就可以理解說 在面對伊朗這種慢速 然後小型的無人機 底下伊朗現有的 在基輔首都圈的藥地防空 是沒辦法生效的